阳气越虚越上火 一个方子补全身之阳 阳气有温馴身体的作用 阳虚不是应该怕冷吗 为什么还容易上火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 脾胃是什么 它是我们气肌升降的枢柳 中医认为脾主升轻 胃主降力 所以脾胃的阳气不足了 气肌的升降出了问题 脾胃之气就会淤堵在我们的宗教 该升的轻阳之气升不上来 就会育儿化火 出现口腔溃疡 牙龈肿痛 口气重等等问题 该降的灼气也降不下来 就会出现胃肠的虚寒怕冷 下肢冰凉 小便多的问题 反应在舌头上可以看到 舌指淡 舌体胖大 舌面水滑 那么这个时候 吃清热去火的良药 反而会加重阳气的消耗 正确的方法是 温补脾胜的阳气 因为问题的本质是脾胜阳虚 脾胜的阳气得到了补充 经脉的气血打通了 气肌运行正常了 上火和怕冷的症状也不会有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八胃丸 用八七天高粮浆 穿链子 无珠鱼 葫芦芦 三药 腹林 香腹等重要组成 方中八七天葫芦芦 有温补肾阳的作用 肾为先天之本 肾的阳气可以补足其他脏腑的阳气 其中也包含脾阳 其次还有高粮浆和无足鱼 散寒温通 脾胃阳虚的时间长了 外界的寒气也容易清洗我们的身体 导致身体内部产生了虚寒 高粮浆入脾胃精 对于脾胃虚寒导致的肚子痛 恶心呕吐 饭吐酸水 打嗝 有温中止呕 散寒止痛的作用 污足鱼 入肝筋 可以调畅肝的奇迹 来疏通我们全身的奇迹 还有山药和肤苓 用来健脾补皮的 山药在健脾的同时还可以补肾 肤苓在健脾的同时还能去除 由于脾胃虚弱产生的水湿 最后还有香腹和串链子 这两味药是行气的 香腹不仅能够行气 还可以疏肝和无竹鱼一起 通过调肝来调理全身 穿链子能够疏肝行气止痛 以及清热泄火 同时还可以防止温阳助阳的药物太多 导致体内产生食火 主要合用 通过温补皮胜阳气 来疏通全身的气肌 让气肌升降正常 从而让我们的身体没有虚火 也没有寒气 最后提醒大家不要散自用药 感谢观看